手机提示音不断响起 台湾人一天当中使用手机的长度是多少 这里是新义区的华纳威秀 我们可以看到走在街上的民众几乎人手一击 战者作者甚至是过马路几乎都在低头画手机 根据台湾传播调查资料库2019年资料统计 目前台湾有88.2%的民众平常会使用手机 其中仅有2.4%的民众使用非智慧型手机 每天平均使用手机的时间将近三小时 今年26岁 然后最长使用手机大概五六个小时 我是39岁 然后使用手机一天 最长大概应该是三个多小时吧 三到四个小时 随着使用者年龄越小 使用时间有递增的趋势 尤其是18到19岁的民众 每天平均使用时间高达五个多小时 表示一天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时间被手机证据 而民众最常使用的手机APP 大多为通讯社群 其中以即时通讯软体LINE的使用率最高 而社群媒体中的脸书与YouTube 也有相当多人在使用 分居第三集第五名 比较常用的APP大概是LINE跟行事率之类的 最常使用的APP就是YouTube 这型手机带给大家许多便利 可以让分隔两地的人们透过通讯软体联络 但也因为讯息传递方便 在工作之余还要被讯息轰炸 每天都有多达上百则的讯息 科技与生活如何取得平衡 回复讯息成了每天的一大难题 杨新闻 林某森 台北报导